平静的小镇上 一位身着红衣的女子横尸接头 死状相当惨烈 喉咙被一刀切开 两个小腿被齐根斩断 静静躺在小巷的另一端 为了尽快破案 斩补头又私下找到宋慈 希望他可以担任武作一职 随他到衙门宴尸 本以为宋慈会拒绝 结果他却同意了 不过要求有些过分 我的俸禄要每次计算 每次十两银子 谁曾想斩补头竟答应了 宋慈发现女子的致命伤 脾气泻污 说明他死前并没有挣扎 死者当时可能是一个人 他突然让人从后面捂住嘴 以极快的手法 把他的咽喉咳破 所以他想交救命 也没有机会 而且凶手好像和这女人 有深仇大恨 因为他的小腿 是在死后被砍下来的 接着宋慈在女人的衣服上 发现了当归 不过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晚上宋慈又来到案发现场 还没发现什么 一旁的斩结就吐了起来 原来他一直都有这个毛病 一看到血就会呕吐不止 而且看起来 马上就要下雨了 两人便就此分别 另一边阮玉宝和老板娘 刚从禁兵楼出来 正打着伞往家里赶 却不知已经被人盯上了 老板娘被一掌打晕 阮玉宝一回头 只看见一把大菜刀 魂都快下掉了 正当他要遭遇不测时 阿虫突然出现 和黑衣人缠斗在一起 无意间发现他的手腕处 有一个大黑痣 阮玉宝不断喊着救命 被正在躲雨的宋慈听到 待宋慈赶到时 那黑衣人已经跑了 他凭感觉往前追去 那黑衣人却躲在杂物后面 还捂着一个女人的嘴 待宋慈离开之后 黑衣人才开始作案 一刀切开了女人的喉咙 接着又砍断了他的一双小腿 这次的死者叫如花 是国色天香楼的姑娘 宋慈验尸后发现 如花的死状和第一个女人一模一样 唯一有差别的就是如花的脸上有瘀痕 很可能是被人从背后 把嘴捂住杀害的 而且在他的身上 同样也发现了当归 毫无疑问凶手是同一人 突然宋慈发现女人的鞋不见了 只在袜子上发现了红色的丝线 接着他又把断腿放入水中 因为人有皮脂 所以水里有点油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这样 这盆水的油好像特别多了点 接着他发现水中有些东西 随后的动作把众人吓了一跳 断腿上又怎么会有熟猪肉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凶器是一把菜刀 而且从断腿的切口来看 这把菜刀既锋利又厚重 一般人家不会用这种刀 只有厨师才会用 于是松山县所有的厨子都被聚在一起 由阮玉宝母子和阿虫进行指认 最终选出了三位体型最像的 如果你们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就把面前的猪腿砍断 第一个人好几刀才把猪体砍断 第二个人也是如此 只有第三人干净利落的一刀斩断 瞬间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一刀就砍断猪腿了 刚别说人腿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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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